國道上車輛移動也不動 每到臨續假期 塞車噩夢一再上演 不少用路人會先看路況再上路 高工局現在更推出 未來日旅行時間預測資訊服務 提供三個月內 國一 國三和國道五號的 車程時間預測 我會先看 因為我們通常也都會看路況 然後再考慮要不要這個時候上路 看一下哪個路 就是比較不會塞就會走到別人 對啊 會比較有 有計畫性的走那條路 有點太誇張了 三個月我不可能預期到三個月 大家會去哪裡 對啊 每個人去的地點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這麼神 高工局表示 這是透過2014年ETC啟用後 蒐集的大數據分析 了解用路人的開車習慣 分析塞車時段跟路段 到底算的準不準 元旦假期的部分 大概所有時段 大概能夠落在 在這個良好預測的範圍之內 大概都達到九成以上 打開網頁實際使用看看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初三這天從台北到宜蘭 上午七點出發 預測車程時間一個小時 會不會太樂觀啊 隨著時間的接近 我們會依據這個交通疏导措施公佈 或甚至將來 比如說天候狀況可能比較靠近 比較確定的時候 這個都會影響到 這個預測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會一直的 隨時做一個更新 只能說車況預測 考慮因素實在太多 高工局指出 未來日旅行時間預測 每週都會做 滾動式的檢討跟更新 讓民眾可以多一個參考 免去塞在車陣中的無奈 大家喜歡黃靜庭 許瑩豪 台北報導 好 谢谢大家